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TCP的SACK机器 回忆一下 我们在进阶篇里头讲TCP的时候 说到了SACK SACK是一个什么东西 SACK是一个 首先它是一个TCP 我们讲TCP选项讲的四类选项 对不对 第一类选项是 回忆一下 这个在进阶篇里头给大家讲过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第一个是MSS选项 对吧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选项 Windows的窗口因子选项吧 TCP没有几个选项需要大家记得 我给大家列的这几个选项 都需要你要记 窗口因子是为了解决默认窗口 65535不够大的问题 对不对 第三个叫SACK的capability 或者叫能力值 对吧 OK 这个是协商 双方是否都具有SACK的能力 能听到吗 好 最后一个就是SACK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SACK的机制 它的作用是可以有选择的确认 选择的对数据包进行确认 就是十个包当中哪些包丢了 我可以通过SACK知道哪些包丢了 并且我可以对这些丢到的包集中转发 集中重传 集中确认 这就是SACK的作用 听懂的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来看这里 除了使用关闭延迟确认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分析的虚拟化问题 当然肯定有的 用什么呢 就用这里讲的SACK的这个功能 OK 使得在大量的丢包的时候 不需要对每一次的包都要重传 并且都要重复的确认一次 二 延迟确认影响 一般在接收开启 很多系统默然都是开启的 也就到了一个更好的 更科学的 就是用SACK 我们看 用了SACK之后 它会怎么做 还是六个包当中 二三四包丢掉了 对不对 好 启用来数跟普通的确认就不一样了 它每去确认一个都要告诉你 我收到了什么包 对不对 我已经收到了 你给我发到的 一二三四五六号包当中 你看这个确认啊 这确认很讲究啊 SACK二 括号 收到五 也就是从二之前 我应该全部收到了 是不是 就是一 二之前就是一嘛 就只有一 明白意思吗 也就是它只对一做了确认 然后呢 它收到第五号包的时候 它会对五 它说我也收到了五 所以说明你收到了一和五 这两个包吧 你解释我意思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SACK的确认方式 它告诉你我收到了什么 并且我我收到的范围是什么到什么 那你就知道哪一个段都没了 就丢掉了 好 再发六来的时候 它又发了一个SACK 还是SACK二 收到了五和六吧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客户端就知道 你收到了我发给你的一号包 五号包和六号包 中间的二号三号四号包 全部丢掉了 听懂了吗 OK 有了SACK这种确认机制之后 客户端就可以不需要一个包一个包发了 他可以把丢掉的二三四号包一起发过来 如果能够打包一起发过来 就不会去就就不会考虑什么延迟确认200毫秒了 听懂我意思吧 OK 所以我们有一般情况下的系统 它其实都开启了SACK 就这个 很多系统默认都是开启了SACK 这是TCP的一个选项 啊 他在要用要用这个SACK之前 他会先发TCP去协商 双方是否都具有SACK的能力 如果具有SACK的能力 那么他们在接下来所有的确认方式 跟我们普通的SACK确认方式就不一样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抓包 看这个抓包 这个是携带 你看是不是Option选项 这是一个TCP的选项啊 明白 我们说的TCP选项就说到这里啊 好 有了SACK 大家都支持SACK的话 他就会在SACK里头携带这样的数字 看 我现在确认的是3702 看到了吗 我SACK的left 就是我左边的是10222 右边的是10745 好 这三个数值说明什么问题 我现在SACK是3702 然后我的SACK携带的数值是1022到10745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 客户端他只接收了这么多的数据 对吧 然后呢 从3702到1022之间的数据需要你重传 也就是这下边这个数字说明是我已经收到的 然后呢 ACK前面的应该也是收到的吧 所以这里表示的是表示的是我收到了哪些东西 ACK往前的只要被ACK确认过的那肯定是收到的 所以说ACK往前的数值应该全部是收到的 另外中间有一段我是收到的 1022到10745这个我是收到的 能听懂吗 OK 所以你需要重传的数值应该是37也就是你的ACK 到left1022之间的数据需要集中重传 需要集中来重传 没有SACK这个能力的数据发送的时候 它就不可能集中来把这个丢掉的包重传 它是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的发 一个包一个包的发就会存在延迟确认的一个delay 对吧 延迟确认的delay一个包等200毫秒 一个包等200毫秒 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对网络的拥塞的情况呢 就会雪上加霜 听懂了 所以这是SACK机制 大家看一下 SACK机制的分析 由此可见 启用SACK比关闭延迟确认更加高效 更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可以一次性重传多个丢掉的数据包 而不用重传一个就等一次ACK 浪费了多个往返时间 对吧 好 这里给大家的一个经验就是 如果你的TCP窗口在极小的情况下 窗口很小啊 启用延迟确认就是雪上加霜 窗口很小肯定容易 窗口小就相当于是很容易拥塞啊 对不对 很容易拥塞的情况下 不建议大家启用延迟确认啊 能理解这个是吧 OK 好 三 由于延迟确认是一个正常的TCP机制 所以呢 Wordshake他不会把你所有的延迟确认的行为当成错误列出来 也不会放在export info里面去统计延迟确认 明白吗 但这个机制在我们优塞的时候影响非常大 OK 所以他不他 Wordshake他不认为这是错误啊 OK 他不认为这是错误 但是我们要会分析 对于我们分析人员来看 无需每个包去计算等待时间 每个包去计算拿多费劲啊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显示过滤器 去筛选出超过200 把所有的超过200毫秒的确认都给筛选出来 用下边这个 对吧 这是一个显示过滤器 可以通过下边这个显示过滤器 把所有超过200毫秒的确认 全部给筛选出来 我们找一个 我们看看有没有啊 随便找一个 这是我们FTP的 FTP应该有的吧 没有 没有超过200毫秒的延迟确认 那我们找一个OA的 这肯定有吧 这个等于零是长度 ACK一般是没有长度的 但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把它当成一个字节 对吧 好 这个显示过滤表达设施 把所有的 所有的 超过200毫秒的 ACK给你列出来 那么这一个ACK 其实就是要等待200毫秒的ACK 明白意思吗 这都是因为你系统默认 开启延迟确认的结果 能听到吗 延迟确认它就是一把 双刃键 可能在你用的好的地方 延迟确认是非常好 它少了很多ACK 但是如果在拥塞的时候 你再用延迟确认的话 你可能等待的时间就会更长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们可以看它 延迟确认它这个时间都超过200毫秒 对吧 这个这个其实还蛮长的 除了是这些时间啊 然后 大家可以去分析 大家可以去分析 这些都属于延迟确认超过 延迟确认超过200毫秒的ACK啊 是不是 ACK嘛 对吧 RT地值大于0.2 就要超过200毫秒 注意 筛选出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延迟确认 最好足够检查一下 不一定都是延迟确认啊 有些本来就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确认 对吧 正常的确认 然后 所有延迟确认的数据包的个数乘以0.2秒 就可以大概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了 延迟确认的问题在实际环境中广泛的存在 症状是影响了性能 所以很多用户啊 认为是带宽不足 导致的我的这个网络访问的速度慢 其实他不知道 其实是TCP的这种延迟确认的机制 明白意思吗 然后 抓个包分析分析一下就可以 升级 大幅度的升级我们的这种性能 就是你在分析一个TCP应用的时候 对吧 他跟你说很慢 他跟你说很慢 你抓几个包看看 看看是不是他的延迟确认导致他的慢 如果是 你可以把延迟确认关掉 关掉之后 他的速度 他的性能就会明显提升 听懂得意思吗 OK 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带宽就不去考虑了 其实不是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对他的一些机制进行优化啊 OK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SACK来解决刚才虚拟化的第二种方法 刚解决刚才虚拟化问题的第二种方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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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